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卷起来 第一步呢 我们会选择用一个日本开校的NATURAL COUNK的FUKITO RIKESHOSI 就是擦拭化妆水去做一个清洁 这样去掉脸上的油脂 接下来呢 用我最近入的这个BECCA的妆前 它有一个提亮的作用 所以我们上载T区 颜色会有一点偏金色 非常的自然 给皮肤一个健康的光泽感 我一般会先涂妆前 然后再去戴隐形眼镜 这样的话皮肤会自然干 再上粉底就会比较的不容易结块 粉底呢 用的是最近超级喜欢的这个IT COSMETICS的CC霜 虽然叫CC霜 但是它的遮瑕力度跟DW不相上下 而且呢 它有一个自然的光泽度在 所以我最近特别的爱用 我买的是试用妆 但是15ml 应该可以用很长时间 之后呢 准备再入它的症状 对比可以看出两边的差别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有痘痘和痘印的地方 接下来呢 我会使用美宝莲全新推出的这款 抵抗岁月痕迹的橡皮擦 它跟以前的成分呢 有所改良 所以呢 你不用担心用很多对皮肤产生负担 就是像我刷这么多都没有关系 还能达到一个遮瑕提亮的效果 还是用刚才那把《浮生热梦》的刷子 这把是动物毛的 所以它能跟底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刷起来也不会感到刺痛 散粉的部分呢 用我最近超级惊喜的 一个RCMA的 没有颜色的散粉 配合的是ELF的这个全脸散嘴刷 就像和面一样把它刷匀就OK了 下面上场的呢 是打造立体妆容的神器 雅士兰黛大粉饼修容 我的这个呢 就是颜色偏沙滩一点 但是呢 比较适合夏季的修容 我会用一把小一点的修容刷 去做一个脸颊部分的加深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会比影正常 由后往前的修容 稍微的显瘦一点 鼻影部分呢 就跟以前的妆容 都是一样的手法 用这把ELF的遮瑕刷就OK了 发西欧的这个液体眉笔呢 我之前爱用也说过很多次了 它画出来的眉形呢 就非常的自然根根分明 然后我会在尾部的地方画一些虚拟的眉毛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加的长一点 显着脸就更加的瘦一点 画完眉形呢 我们用它另一头的一个眉粉做一个填充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就不用再用眉刷去梳理你的眉毛了 Canmake的这个染眉膏呢 是我一直爱用的 但是这一次使用的是01色号 比我之前用的稍微深一点 配合我的发色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统一 给眼部做一个稍稍的打底之后呢 用我在美国的时候购买的这个 Sonia Kashak的50号眼影盘 从买回来呢 我就一直非常的爱用它 真的非常的惊喜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将金色打在眼皮上方中间的位置 均匀的点开 随便选一把适合的眼影刷 去把它的颜色刷匀 但是注意不要把它刷的太靠外 这一支CT的眼影笔呢 真的是懒人的神器 我的色号呢 是Garnet 这一支呢 就特别适合打在眼尾的地方 刚开始画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画的特别糟 我们之后会用一个眼影刷去把它刷匀 但是呢 要注意它的手法是由后往前的 这样晕染起来会比较的自然 眼部妆容的最后一步呢 就是提亮 用Becca的这个提亮眼影笔 去做眼头和眼皮上方中间位置 还有眉骨的打亮 接下来呢 用Sigma的这个黑棕色的眼线膏 配合Real Techniques的眼线笔 去做一个稍微长一点眼尾的眼线 取一个大创的尖头棉签去调整 做出适合自己想要的这种眼型 我选择的是一个偏橘色的MIC的Style Frost的这个腮红 带一点点亮光 还是用刚才的散粉刷去点在自己脸颊的位置 用湿巾把有色唇膏擦掉以后呢 先用Siete的这个液体唇膏 去做一个打底 这一支呢 显色度非常高 所以稍微涂一点 用手指把它拎开就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一个Bobbi Brown的这个 唇甲两用笔去混合刚才的唇色 我最近特别喜欢用这种完全不搭的 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形成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颜色 这样呢 看起来唇部呢 就会特别的饱满 这样妆容就完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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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